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榮 要購買股票 債券 或者共同基金 一定是要透過經紀行 brokerage company 通常投資者是無法自己在市場購買 市面上的經紀行主要分開兩類 第一類是全服務 full service經紀行 這些經紀行都是老字號 它的服務比較全面 每一個賬戶都有專員照顧 一般情形下 投資者需要做買賣 都要透過這位專員 專員也會定時約見你 和你討論將來投資的策略 當然 全服務的經紀行收費也比較高 不過服務是比較周到的 另一類經紀行是所謂折扣經紀行 Discount Brokerage 他們的規模都相當大 但是 投資者通常需要自助 即是自己需要選擇投資產品 然後自己透過網上做買賣交易 假如需要經紀行專員幫你都可以 資訊的費用不高 即使有專員幫你管理帳戶 費用亦都比全服務經紀行為低 因此 很多小投資者 喜歡使用折扣經紀行 無論你選擇哪一種的經紀行 你自己都要對投資有些基本的認識 讓你可以知道投資專員 在怎樣為你管理你的賬戶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分鐘見面 我 是 你 在